当肝功能异常时,嘴巴长有五个症状,一个眉栈,说明肝脏健康,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经历?早晨醒来,感觉嘴巴干涩,仿佛一夜未进水,或是刷牙时,牙齦莫名其妙地出现。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症状,可能正是肝脏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,让我们从一个真实的案例说起。 李先生是一位中年企业家,平时工作繁忙,应酬不断。 某天,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舌胎变得异常厚重,还半有口臭。 起初,他以为这只是消化不良,没有太在意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些症状非但没有缓解,反而愈发严重。 直到有一天,他在公司的一次例行体检中,被查出肝功能异常。 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那些嘴巴上的小毛病,就是肝脏出问题的预兆。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,肝脏作为人体的重要解读器官。 其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。 当肝脏功能受损时,身体往往会通过一些微妙的症状来警示我们。 那么,肝功能异常时,嘴巴会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? 接下来,让我们跟随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。 一起探索这个问题。 在繁忙的诊室里,张医生正耐心地接待着一位患者。 患者小王,面容憔悴,显得有些焦虑。 他向张医生诉说了自己最近的困扰。 嘴巴总是感觉干干的,而且舌苔特别厚,有时还会有异味。 张医生文言,仔细观察了小王的舌苔和口腔状况,随后问道。 你最近有没有感觉身体其他地方不舒服? 比如乏力,食欲不振。 小王想了想,回答道。 确实有点,总感觉提不起精神,吃饭也没什么胃口,张医生点了点头,心中已有了几分判断。 他解释道,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,你的肝脏可能出了一些问题。 肝脏功能异常时,确实会导致嘴巴出现一些症状,比如口肝、舌苔厚腻、口臭等。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表现。 张医生进一步解释说,肝脏是人体的重要代谢器官,负责解毒、合成蛋白质等多种功能。 当肝脏受损时,其代谢能力会下降,导致体内毒素堆积,进而影响口腔健康。 此外,肝脏功能异常还可能引起胆汁分泌不足,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,从而引发一系列消化系统症状。 听完张医生的解释,小王恍然大悟,他意识到自己平时忙于工作,忽视了身体的健康信号,这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。 在张医生的建议下,小王决定进一步接受检查,以便及时发现并治疗肝脏问题。 那么,肝功能异常时,嘴巴究竟会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? 以下是五个常见的症状。 口肝,肝脏功能异常时,体内代谢废物和毒素无法正常排出,导致体液失衡,进而引发口肝。 这种口肝往往不是简单的口渴,而是即使喝水也无法缓解的干燥感。 舌胎厚腻,正常情况下,舌胎应该是薄而白的。 但当肝脏功能受损时,体内湿气无法有效排出,导致舌胎变得厚腻。 有时,舌胎还可能呈现黄色或灰色,并伴有异味。 口臭,肝脏功能异常引起的口臭往往与消化不良有关。 当肝脏无法正常分泌胆汁帮助消化时,食物在胃中停留时间过长,容易发酵,产生异味。 此外,肝脏受损还可能导致体内胺等有毒物质增多,进一步加重口臭症状。 牙吟出血,肝脏功能异常时,凝血胭子合成减少,导致凝血功能下降。 这会使牙吟等软组织在受到轻微刺激时容易出血。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刷牙或吃硬物时经常牙吟出血,不妨考虑一下是否与肝脏健康有关。 口腔溃疡频发,肝脏功能异常还可能影响免疫系统的正常运行,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。 这会使口腔粘膜更容易受到细菌或病毒的侵袭,从而引发口腔溃疡。 如果你发现自己口腔溃疡频发且难以愈合,建议及时就医检查肝脏功能。 肝脏作为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,其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。 当肝功能异常时,不仅会导致上述嘴巴症状的出现,还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。 比如肝硬化、肝癌等严重疾病都与肝脏功能受损密切相关。 此外,肝脏功能异常还可能影响其他器官的正常运行,如导致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生风险增加。 因此,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肝脏健康,及时发现并治疗肝脏问题。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身体处于最佳状态。 享受健康美好的生活。 预防肝功能异常,关键在于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。 以下是一些食用的建议。 保持规律作息,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,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。 良好的作息习惯有助于肝脏的修复和再生。 合理膳食,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,少吃油腻、辛辣等刺激性食物。 适量摄入优质蛋白质、鱿鱼、瘦肉等。 避免暴饮暴食和过度饮酒。 定期体检,定期进行肝功能检查,及时发现并治疗肝脏问题。 对于有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,更要重视肝脏健康检查。 适量运动,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。 有助于减轻肝脏负担。 建议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,如散步、慢跑、游泳等。 在食谱搭配方面,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对肝脏有益的食物来搭配日常饮食。 比如绿豆汤,绿豆具有清热解毒,利尿消肿的功效。 适量饮用有助于减轻肝脏负担。 枸杞红枣茶,枸杞和红枣都是中医常用的滋补食材,具有养肝明目的作用。 将两者泡茶饮用,有助于改善肝脏功能。 菠菜猪肝汤,菠菜富含铁质和维生素C。 猪肝则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A等营养成分。 将两者搭配煲汤食用,有助于滋补肝肾、养血明目。 守护肝脏健康,从我做起。 肝脏健康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。 通过了解肝功能异常时嘴巴的常见症状以及预防方法, 我们可以更好地守护自己的肝脏健康。 记住,预防剩余治疗,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。 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,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拥有更加健康、美好的生活。 肝脏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工厂。 它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命质量。 因为肝功能异常,身体会发出警告。 所以要注意自己有肝脏出现疾病的表现。 通过合理的措施来改善,只有保持身体健康。 改善肝脏受损的状况,才能防止身体的特殊表现。 那么,嘴巴有什么特?说明肝功能下降。 一,口臭。肝脏功能异常时,很多人都有口臭的表现。 肝脏本身有排出毒素的作用。 体内产生的毒素可以排出体外。 肝脏功能异常的人身体排出毒素的能力下降。 这些毒素过多是身体产生的胺。 因此,发现自己有明显的口臭。 要警惕,及时检查判断是否存在肝脏健康问题。 目标开展治疗。 防止肝脏部位病变恶化,影响身体排毒。 二,牙龈出血。 发现自己的牙龈容易出血。 可能是肝功能下降引起的,尤其是严重的肝病。 发病过程中患者生障碍,凝血因子发生量不足,牙龈容易出血。 对于患有肝癌、肝硬化的人来说,这种情况很明显。 不动的话,牙龈会出血。 肝功能会下降。 因此,发现自己总是牙龈出血,在不明原因的情况下立即检查。 判断是否与肝脏病变有关,可以目的地开展治疗。 防止肝脏病变严重。 三,反复溃疡。 如果口腔总是出现溃疡,伤口可能与肝脏疾病有关。 肝脏发生功能异常时,肝脏不能发挥重要的生理功能。 除毒素排泄外,自身抵抗力也变弱。 免疫功能下降时,口腔粘膜修复能力下降。 容易形成溃疡、伤口。 如果发生病毒性肝脏病变,在这些病毒的作用下。 身体免疫功能下降,口腔容易溃疡。 因此,如果你发现你的嘴有这种变化, 你必须保持警惕及时调节你的身体,提高你的肝功能。